从非洲北部吹来的热浪席准欧洲多个国家 当地气象局表示 这波热浪将会延续到下个星期 甚至可能会冲破摄氏40度的纪录 由于这次的热浪还夹带很高的10度 因此不少民众都用桑纳来形容这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天气 无论如何面对炎热的气候 欧洲多个国家也采取了各式各样的解暑措施 天气酷热难耐 为了让到访捷克旅游景点布拉格广场的游客结束 当局出动了水车到广场中心洒水 看到水车的踪影 不少打扮清凉的游客也特意走上前去 让自己更凉快一些 而在德国柏林的动物园里 也同样上演着洒水仪式 饰养员定时为大象们洒水降温 好让大象能够抵挡这酷热的天气 在鲁鳖上 热浪席卷欧洲也顺势带起了波兰治兵行业的行情 在西南部城市普鲁西采的一家制兵厂 更因此收到比平时更多的订单 不过能在炎炎夏日 躲在冰冷的治兵厂里工作 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员工福利吧 镜头转到法国巴黎 由于曾经在2003年发生过 上千名老年人热死事件 当局也不敢怠慢 在热浪来袭的这几天 发出预警告示 要大家多喝水 也希望年长一辈能多注意防暑降温